花蓮县文化局9月份在美术馆二楼第二展览室 展出了人与最美风景酒鬼油画展 酒鬼它对于色彩的感知度有别于其他艺术家 作品是以油画为素材 将人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给观赏者重新思考人的排列组合 也欢迎大家可以前往美术馆来欣赏酒鬼的油彩画作 来自台东的画家酒鬼 他是一位医师也是一位疯狂的艺术家 他说画得像很难 但是画得很不像 却又能够得到观赏者肯定又是更难 最大特点就是我画得不像 就是我们不是以把那个重现一个人的校像为主 我们是把里面的一些参入一些哲学性的一些思考 对比如说一个二元对立的思考 还有像我们这张自画像 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 对什么都看不到 可是可是你会觉得他像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在辨识一个人的时候 你是靠着什么来辨识他 认为他就是你 认为他就是那个某某某 我希望他是一个很有层次的表现 我的层次就是说你从最初浅的你一眼就觉得 我看到了什么 跟我过了几天再回来看 好像又有什么 就是他可以在时间上或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能够在里面找到他的共鸣 画风景 酒鬼总是能够透过色彩堆叠 及线条配置 让他的作品看起来特别的触动人心 酒鬼说把一件事物画得像不像已经不是观想者最关心的事情 反而是希望借由探索出乎意料的画面 思索艺术家创作的巧思 让观想者可以感受艺术的多元面貌还有独特魅力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